特斯拉9月卖封了销量超5万 一辆Model Y顶上魏小李 就在今天 成联会发布了国内9月份新能源汽车的销量情况 数据显示 特斯拉9月份共计售出了5606辆新车 打破了8月份超4万辆的表现 环比增长27% 同比增长394% 值得注意的是 这5606辆新车中 有52153辆 均交付于中国本土车主 此前特斯拉上海工厂 还曾被诟病大量订单均为出口订单 但这次的数据无疑展示了 特斯拉在国内市场的强大号召力 在市场表现和消费者口碑上 不断攀升的特斯拉 毫无疑问已经成为近十年间的新能源汽车引领者 便已打破常规的科技创新成为行业规则的制定者 但不可否认的是 特斯拉已经将自己的尖刀插到了欧洲工业的腹地中 随着柏林工厂的投船 特斯拉也将和一众欧洲传统豪强车企 展开正面交锋 展开正面交锋